- 香港時間晚上七點左右,沒有人上一天做午節的 不過現在的新聞瘋到這樣的一款 這件事和冠聰,家人的遭遇,我覺得瘋到文革的一款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暗停的 香港人現在不能不走,你想不走都不行 因為白卡平已經白卡到一個忽的地步 整個秦江那件事,秦江消失了這麼多天 我懷疑秦江被人捱了 火箭軍被清完就連清外交部 連外長都可以清 你覺得這個國家是什麼國家? 你現在住在青山啊,哥 我為什麼說羅冠聰這件事? 這件事是很文革邏輯的 我覺得現在習近平搞的文革 羅冠聰在流亡,我已經公開說了 他和他的家人斷絕關係 當然,中國是不會承認 所以我就很質疑為什麼不帶走容凱欣和袁毅昌 雖然我覺得這是一切時間 帶走了全家羅冠聰 要調查他們還有沒有和羅冠聰有任何關係 問完話之後就獲釋 但是我猜,如果我是羅冠聰的家人 究竟有沒有那個旅行證件 可不可以正常,我都很懷疑 這個很暗停的 因為這個很文革的做法 很文革 就算羅冠聰公開說我和家人沒有關係 習近平不理 所以要走一定是全家走的 我告訴你 就算你說和家人沒有關係 甚至是反了面 你怎麼說也好呢 習近平這些紅衛兵惡測 你記住這個是紅衛兵的事情 香港人很普遍對文革沒有概念 你以為和外面還有朋友做 我告訴你,你和外面的比較敏感的人做朋友 你也很糟糕 我不是和外面有比較敏感的人做朋友 你也會死的 現在你差不多就是怎樣 你和外面有哪個比較敏感的人做朋友的話 你不是和他斷絕關係 你和他斷絕關係幫不了他 你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離開香港 你和他斷絕關係 帶著你的家人 帶到多少就多少 不聽說就算了 帶到多少就多少 你無法選擇 完全無法選擇 你怎麼可以選擇 是不是 是嗎 無法選擇 你是無法選擇 你唯一可以做 我不算容可恩聯理昌兩個人 如果他在香港被批評到死的話 沒有人可憐 真的沒有人可憐 但是其他人 我唯一是 甚至英國政府應該考慮給我 貫衝的家人全部政治庇護 就是全部離開 我猜是 如果他們仍然可以離開香港的話 怎麼會有東西接走 沒有辦法 你猜 你猜 你猜這個好玩嗎 沒有東西好玩 對不對 為什麼我說 一定要全部離開 就算你有熟朋友 是抗爭者 手足 全部都要離開 這個和文革的外國關係有關 這件事我有 某程度上 first hand experience 大家都記得 為什麼這麼多印尼華人 1972年到1973年期間 大驅逐 我是大驅逐那幫人的後代 OK 他們不是我單程證的 大驅逐那些 大驅逐那些是我出入國境通行證 跟著的中途站 香港是中途站的 印尼是中點站 當然他們回不了印尼 那 我是滯留在香港 期間生的 所以我是比較特別的 我的情況比較特別的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大驅逐出現 這個大驅逐是當時印尼華人 有很多僑侵 request 因為現在文革期間就是 你有外國關係 凡有外國關係都在批鬥你 OK 你有外國聯 譬如你有 很忠於共產黨 這個是上海最多的上海 你很忠於共產黨 你有個 但是呢 你家裡有個弟弟 你是忠於中華民國政府 然後還有一個弟弟 是去了美國 已經很多年沒有聯絡了 但是他找到有這些關係 跟著他就有外國關係 批鬥你 這種這樣的 文革式清晰很多的話 這種文革式清晰 令到有不少印尼華人瘋了 他回到一片擔心 就是以為 掉了眼 你知道印尼排華那時候 總督大屠殺 93年事件 以為掉了眼 誰知道 還不妨礙 有什麼不妨礙 這些 或者是做蕭謠 拍佈得住的命 那些 那時候有很多僑影 就跟周恩愛反映 喂 這樣不行啊 那你周恩愛 那時候也要積極 拉攏和鹽養關係 那時候 有很多僑影 就見周恩愛 喂 這樣不行啊 我不如這樣 你把我的子女 說出中國 就是直接 不是用 不是說讓他們離開中國 是趕出去 就是趕出去 就是趕出去的方法 就是這個方法 亦都可以prevent 到這些人 再回去中國 造成麻煩 那 當時周恩愛 同意 那 就1970年開始 就繼續驅逐 這些人出境 那些人 應該是其中一個 黎明 應該是其中一個 黎明 應該是其中一個 所以你說黎明 懂不懂政治 黎明當然懂得懂政治 大哥 大哥 1970年到 3年 大驅逐 那幫人 全部不是吃齋 全部那些 不是吃齋 全部懂政治 多少懂的 但是有些就是瘋了 瘋了 瘋了 有些 沒有辦法 你文革的環境 大哥 你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堅強 可以經歷 你想想 由種族大屠殺 受害者 一個火坑挑戰 一個火坑 為什麼我經常對 一個火坑挑戰 一個火坑 一個火坑很厲害的概念 大哥 喂 我不是親身經歷 但是問題是 我是這樣 而在香港出現 我好稱自己是家裡的歷史 看不是 higher 是一個人 在這個情況下 OK 你現在這樣 如果你文革都 是這樣的邏輯 習近平想再玩文革 你 neighborhoods 你問一下 如果你有家裡人 是鵝貫聰這樣的情況 或者是 тяжolare 向 Helle 你要走不走 實在 Slow Ox 這個契務 極度契務 他一開始找俄冠聰是有原因的 因為俄冠聰是八個被通緝的那邊 應該是唯一的他是中國出生的背景 他這個是特別警告在中國那些人 你不要以為你下來香港就可以為所容為 這樣的 但是這個是共產黨的恐怖恐怖的俄輯來的 這個在神經病 神經病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對俄冠聰的家人唯一方法就是要求英國政府 截走他全家人的家人 不要這樣 我們可以假定他全家人的家人都已經是奴階人 你這樣都可以做的 你家人不是奴階人 你說家人有沒有關係 習近平不會在乎的 他是討論的 這是文革的 這是文革的文革 這是文革的文革的文革 但是我會說的 其實是把羅伯斯比爾那套玩得再盡一點 再盡一點 把法國恐怖恐治 羅伯斯比爾那套 混合中國連坐法和中國的極權統治那些 那些混賤東西 差不多集人類人渣思想之大成 你這樣一刻你不害怕 真是人類思想 鴨濕 全部共一一路 我告訴他 你不走? 所以如果你真是聰明的話 是全屋走光的 全屋走光的 不是有一兩個 沒有這些東西的 沒有的 沒有這些人 熟文革的事 所以通常我認識的那些印尼華人 全屋走光 一個都不成 如果真是留在那些都說明 有什麼事 我絕不負責 你自己這樣 因為我們印尼人有這方面的經驗 印尼華人 就是文革少少 你跟外面有關係 大哥 因為印尼華人家裡還會寄錢的 那你家裡寄錢是創媒不得止 而且這個是天 那你知中國的經濟處境 你不寄錢都不行的 大哥 你家裡寄錢給你 都是罪名 你屌的 神經病 你其實有些大逃港的人 為什麼會來香港 因為家裡有親戚是香港的 結果就是罪名 沒有完的都是罪名 是神經病的 所以有些人 為什麼一個 三十二十一全屋走光的 有些就是有這個背景的 如果不是印尼華人大驅逐那一局的話 就是因為家裡有人在香港 然後被人由頭批到我腳 為什麼 那我不妥 游泳下來香港那些 千方百計 為什麼不惜代價 游泳下來香港那些 那些就會全家遷就 我認識 有些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我的看法就是 你家裡人只要有頭身社運 就要離開 不要說什麼 再賺幾年前 現在習近平已經在搞文革 他在黏著中世 如果你有朋友在搞這些 在海外的 你自己行的 你自己安全 現在香港沒有人安全的 我認真 我兒子 譬如你有熟朋友 也好 習近平的朋友不會理你的 他很簡單 他要搞文革 他要搞清洗 Cleanizing 他要清洗的話 就將所有人 全部都清得一綱二塵 所以你說 好像劉振這些人 你問我為什麼他一直 要有名他的老婆 是黑警生 很簡單 他是國安 他是國安 他就上屈王世債國安 這個是誹謗 所以如果他再這樣來的話 我就怎麼 把他家裡 大家去中央遊小九 就是這個意思 這人是國安來的 這個人 為什麼Facebook還要給他 復活者的Page 很明顯是 因為他是 幫香港警察做事的 相信他 那個是他老有問題的 我告訴你 所以你說 你問我為什麼 不相信香港究極 當然是不相信香港究極 你說這個人會幫手足 你真是 相信這個人會幫手足 還是這個人是情報人員 我不信 這個人是有目的 這幾個人都有問題的 但是你說 其他做社運的人 走 如果你有家人 有好朋友 是做社運的人 就走 你不能不走 你 你沒有選擇 做難民 你也要搏 你看看 你得本特區護照 譬如你做個學生 你做難民都要搏 沒有這件事之前 我不會說到這麼易算 如果你現在去到 玩到這件事 我100%保證 這個是文革 因為這些事情我們見過 因為這些事情 印尼華人 我們就會見過 印尼華人 因為印尼華人比較特別 因為印尼華人是有跟 印尼政府簽了 規文 我們有所謂中國印尼相同國籍協定 變成我們其實 就算我們當初走了過去的那些 沒有中國籍的 但是後來 如果你說陳勇那些 那些是後來去的 我們家裡沒有人 後來去 文革之下居然可以生存 那些 陳勇那些是後來的 那些 所以 那些是我單程正樂 那些 那些是當我們中國人 那些 就是 無可外何當我們中國人 那樣 那些是一隻人 所以那些 狗很多 那些是混蛋 那些就不會像我們那些 早的 就是怎樣 我們這些 我是香港出生的 OK 那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大驅逐之下出來的人 就是離開中國的人 他們對那個 反共意識強很多 所以你說 那時候 大家記得灣仔球場 搞到打架 就是規劃成為BDTC 那個 1990年最後一批BDTC 有1990年最後一批BDTC 裡面 有相當數目是印的華人 他們死都給我BNO 死都不會我中國的胡政見 死都不是我中國政見 他們 或者 有些是拿不到中國政見的 有些就是後來差不多 怎樣 規劃了之後 差不多一至兩年就變成BC 中國政府不承認的嘛 死都不承認的嘛 中國政府死都不承認 這班人是中國人 死都不承認的 文革惡緝 這個就是文革 印尼那班人很幸運 其他那些就不會有這麼幸運 告訴大家 其他那些 尤其是 江節一帶那些 受迫害的 尤其嚴重的那些 江節一帶那些 就是上海啊 揚州啊 江蘇那些 你有一點點背景 就是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兩彈一遍我講前學生 為什麼要特別保護前學生 一早毛澤東應該說要保護前學生 因為他知道他的玩法 一定搞到前學生家 因為前學生家族 整個都在美國讀書的嘛 他還有親戚在美國的嘛 前家有人是沒有投共的嘛 美國是入了美國籍 忠於美國 忠於中華民國政府 有的嘛 這些世家大族 有很多這些事情的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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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 江節一帶 西家大族 都是這樣的 江節 南洋 廣東 全部都有這些 福建 全部有這些 那些 那些關係錯綜複雜 那些 海外關係錯綜複雜的 他們在文革受的迫害最大 所以文革對中國東南的傷害極為深重 是有這個背景 因為中國東南所有人差不多都有某程度上的 overseas relation 有 所謂的大南洋是北起上海的 以上 如果中國最北的話就是以上海為界 那個大南洋 大南洋 那些 中心在香港 新加坡 吉隆坡 那些 你知道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 文革多evil 這件事情 你說 容凱恩 大家都很關心 容凱恩和 聯理昌的功課 什麼時候會破壞 This is matter of time 真是 matter of time 我告訴你 如果文革沒有辦法 就是他們 一定會破壞 但是 他說跟袁公兒都沒有關係 沒有用 現在可能還有一點點東西 用價值 沒有燒到他們 之後不會的 之後 尤其是用 容凱恩和 人標都不是特別乾淨的 所以 你說 這些 兩面派 袁利昌 容凱恩 兩夫妻 最後一定是被迫 怎樣 去到外面 沒有人可憐 留在香港 一跌了街 沒有人可憐 因為你們是二五 這些二五 沒有人可憐 我告訴你 一定沒有人可憐 不用說 如果整個原家裡面 最慘 最糟糕的 其實就是 袁彌昌 容凱恩兩夫婦 因為他們做人 很糟糕的 就是 我不信袁弓儀 當然 OK 但是問題就是 袁弓儀 至少他看過 seems to be 他是剔了一個 的 OK 他對香港做的事 未必是the best 但至少就是 他在人格上 他是剔了剔的 OK 西方國家 都 現在不保護他 都不行的 因為他會剔了剔的 但是我想問 如果你搞得文革克斯 你容凱恩 袁彌昌 你倆 What the fuck is it 我想問你倆 你倆 你倆 很簡單的 共產黨不會相信 我們這邊的人 不會相信 周圍的人 都不會相信 那麼這些人 就死得最慘了 政治變色龍 你以為是人都有資格做政治變色龍 你以為這些叫做strategy What the fuck 做strategy 最重要的是 人格的integrity OK 如果你如果人格沒有integrity 就不要做strategy 因為 你一個人沒有integrity 你就會拿這些為惡 最後你會反誓 這個是做戰略人的 一個最基本的 logic sense 很多人做戰略人 都以為是怎樣 投了共 兩面逢源 做葦小寶 可以是沒有問題的 以為是這樣 沒有這件事的 做戰略人 要很清楚 做戰略人 為什麼 做戰略人 你差不多要做好像諸國家 那樣 很清楚自己是忠於哪一個主公 然後就怎樣做到最好 諸國家就是這樣 諸國讓家族 就是諸國讓兄弟 全部都是厲害的人 整個諸國家族都是厲害的人 他的後代都是厲害的人 一門中 為什麼他們反而會得到善終 當然 第一就是中國當時的環境 那麼evil 但是另一方面 他們很清楚 那些人 appreciate這些人 沒有的 沒有變色龍做的 這個世界 沒有的 做戰略人做變色龍 死得最慘的 沒有的 現在熊凱恩和袁彌昌 現在沒事 不代表他 遲一下沒事 分分鐘他 下場更糟糕 你說和貫 沖一家人 你現在至少有人接 我猜西方國家如果可以離開 帶他們 帶他們 但是你覺得熊凱恩和袁彌昌 西方國家有沒有興趣救他們 沒有 西方國家不會有興趣救這些人 這些人 這些人 袁彌昌的美籍還保得住 我已經覺得是偷笑的 我覺得 我猜可能美國政府會救他兩個女兒 但是 那兩個公婆就不好意思 那兩個公婆就埋過柴的 那兩個公婆就不好意思 文革那時候 這些人 扮到幾個人阻礙都好 我告訴你 左左下 第一輪阻礙那些人 之後很多都被人鬥誇鬥臭 被人派鬥誇鬥臭 而又入獄的 文革呢 死了幾轉人 我告訴你 就算你扮到幾個人阻礙都好 死了 那些人都被鬥死 我告訴你 那怎麼會有林彪半變那件事呢 林彪應該是黨章寫明是 毛澤東接班人 為什麼林彪最後都要變呢 大哥 這些事情 你說是 我怎麼知道 將來你會不會變呢 有得儲過奪權還是早奪權 早奪權之後 將國家變回正規 就一樣一回事 林彪像是黃暴君孝出來的 他做小小sense 林彪就是做戰略人 心術不正 結果就是全家受害 其中一個典型 林彪的兵法是厲害的 我告訴你 林彪 如果共產黨的兵法 適屬西方兵法 林彪認第二 沒有林彪認第一 應該是 他是知道 因為他在歐洲戰爭期間 他在二次大戰期間 他在蘇聯就醫的 他知道當時 西方最新的戰略 那個打法那些東西 所以為什麼林彪打得這麼糟糕 國民黨黨就是暗標 除了孫鴨人可以對付他 也沒有人可以對付他 沒事的 大哥 他這些傢伙 他經歷過這些事情 但是他戰略人 做糟糕的事情 你記得好像 德國都很多戰略 高手 但是做糟糕有什麼結果 大家心裡知道 就是這樣 好了 下一集 下一集 Live Live 我要考慮他說秦剛 因為秦剛 四十幾多天 你現在看到中國的政治 都是完全白卡化的 你現在在精神病院那裡 混蛋 你是不是真的要決戰青山之殿 我看你沒有人可以怎樣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住在一個 不正常人類研究中心 OK 下一集Live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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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